南韩中心南道青阳郡成了一片汪洋 救难员拉出绳索救援 紧急将被大水冲着的妇女拉回岸边 惊人大雨还冲回当地一处合体 中央位置凹了一个大洞 大水还在不断涌出 大雨也造成沁上北道李川郡 爆发严重土石流灾情 山坡民宅拧拧不堪 有居民不幸活买土石堆 不只人类受害 淹水灾区还不断听见牛只的叫声 原来是有农场惨遭大水淹没 牛群们只剩头部扶在水面等待救援中 在集中后降的火矢也在剩下了 56万千马里 火矢会被剩下的 农场结构了 总别看来 范子还有一万千马里 大部分 蚊子还有一万千马里 鱼子和土蚀 每个 böyle4千马里 2000马里 干預说 包括青阳工艺 衣山累计雨量 都已突破500毫米 许多地区的铁路系统严重受损 短期内无法通车 沿洞xi和重北汽用 这次集中后降 先前坚持与妻子 访问乌克兰的南韩总统 尹锡悦 现在总算反国坐镇救灾 镜头前他一脸沉重 似乎没想到雨灾又更严重 南韩忙救灾之时 又有第四号台风 泰力逐渐往北移 目前南气象厅 野震严震以待当中 点新闻综合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